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幾個月中軍戰機多次入侵台灣防空領域 中共可能對台動武的聲浪越來越高 專家分析認為中共侵台始終已上言 美國需要警惕 今年5月之武士頓基金會發布的報告中 論述了台灣對於美國及全世界的重要地位 並從多個角度分析了 中共對佔領台灣面面不忘的幾個原因 並指出台海一致恐怕不可避免 該報告是由馬修布萊西博士撰寫的 題為《珍寶為何台灣及其在國際芯片供應鏈中的地位 關乎美國》 報告內容首次提到 對中共來說 第一島鏈是中共進軍太平洋的屏障 而台灣是第一島鏈的中樞部分 其戰略位置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台灣曾被譽為是第一島鏈中不沉的航空母艦 對於日本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禦 特別抑制中共霸權的全球擴張來說 都是極其關鍵 此外報告還提到台積電的重要性 目前世界63%的芯片市場 由台灣芯片製造商所控制 而台積電的世界市場佔有率達到56% 並擁有世界最頂級的芯片製造技術 相比之下大陸的芯片製造技術測得很遠 所以中共很想將台積電據為己有 然而報告都警告 就算台海發生戰爭 中共控制了台灣並接管台積電 美國都將制出相應的出口管制使其受限 另外工廠在動蕩下的關閉或停產 將對世界半導體製造供應造成瓶頸 另外工佔台灣一直都是中共領導人的關鍵目標 中共的五年計劃中都特別加入了進攻台灣的目標計劃 布萊西博士警告 如果中共軍隊的空中能力在2020年代增長 那麼留給台灣和美國的時間就更加少 中共攻台的時鐘已經上演 他呼籲美國政府對中共要態度清晰 要明確警告中共不可對台灣進行侵略 而且這是美國及其民國所無法容忍的 全世界需全力以赴保護台灣 而且不可失敗 台灣國軍漢光37日演習 13日上午在台南市舉行 演習將在17日結束為期5日 據台灣蘋果新聞報道 此次漢光演習中最機密的項目就是 海軍海風大隊配備超音速洪風三型反彈飛彈的機動二中隊 首次參與漢光演習的實兵驗證 將從岸上的戰備位置發射洪三超音速反彈飛彈 無以攻擊解放軍來犯的戰艦 執行遷敵於海上的科目 台媒早前曾披露台灣海軍以信雷諸案為名 在台中地區附近興建大型飛彈基地 移駐海軍海風大隊 機動二中隊和支援中隊 並且部署紅三超音速氾濫飛彈 現以進駐沿北並全面啟用 機動型紅三可以迅速推進海際 將強化西部制海戰備能量 台灣國防部稱此次漢光演習 將包括在近海小島上的演習 演習第一日的重點為重要目標防護 戰力保存生物疫病醫療演練 由各作戰區執行戰力保存科目 是各部的飛機軍艦都離開基地 在空中和海上巡航 因此各地戰機軍依規定 飛往東部進行戰力保存和後續戰力部署及支援 進行空域聯防以確保空防能力不中斷 生物疫病醫療演練則是無以遭受生物戰艦攻擊時的應變 十三日國軍部隊在大雨中無以阻移 遭敵軍生化武器攻擊的情境 隨後化學兵部隊檢測車輛到場 進行環境偵測 再由身穿著全套防護衣的人員進行現場搶救傷患 確保部隊的戰力 據悉一連一度的漢光演習 今年在受疫情影響下 國軍一面兼顧防疫 一面維持精實的操練 總統蔡英文對此高度肯定 亦邀請全民一起支持國軍 蔡英文在Facebook發文表示 漢光演習是國軍訓練成效的總驗收 演練內容是捍衛領空保衛海疆 再到陸上的國土防衛 24小時不間斷 蔡英文透露在接下來的演習中 還有街東戰被盜戰機起幹 聯合反登陸實彈射擊 城鎮作戰等科目要演習 這是一場國軍戰份的考驗 亦是台灣向世界展現守護家園決心的時刻 目前台海緊張的局勢是沒有緩解的跡象 中共解放軍時常向台灣防空識別區派出戰機 加大對這個自我統治賭罪的施壓 而北京一直視台灣為其領土的部分 中共黨魁習近平曾經在今年的八年黨慶時明確表示 要盡早解決台灣問題 說要實現統一 對此美國前五個大陸外交事務官員 德玉爾日前向外媒投書 認為今年已經68歲的習近平 不會將統一台灣所謂歷史任務留給下一任黨魁 他同時都指出如果中共發動台海戰爭 就等於自行埋下滅亡中共的種子 而且會被過去中共征服的國家結成的國際聯盟所擊敗 九日美國前五個大陸外交事務官員 德玉爾向聯邦黨人投書 直言指出中共軍事力量正在快速和持續現代化的發展 中共如果要等到自身軍力給台美日的軍力組合發展得更有優勢 可能會在2026年後才對台灣採取行動 並會向美日警告不要參戰 但德玉爾隨後都提到中共可能不想等待 他分析說習近平已經68歲 野生勃勃的他一直都在建立等同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德玉爾個人推測 習近平不會想將統一台灣的所謂歷史任務留給自己的繼任者 德玉爾認為台灣已經發展出了專屬的獨特文化和政治傳統 而台灣現在的年輕人都對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觀念更加認同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竟然更公然表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便會引起如果台灣人可以在民主下繁榮 為什麼中國人不可以的問題 恐怕因此而威脅到中共的政權 德玉爾進一步分析說 如果中共真的發動台海戰爭 可能會發射飛彈 同時向關島、夏威夷、沖繩和日本本土進行攻擊 甚至會針對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發動網絡攻擊 想要摧毀外國援助台灣的能力 從而導致外國對手的士氣低落 甚至想讓他們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爭端 藉此為中共統治全球的野心奠定基礎 但德玉爾都發出警告 一旦中共武力攻台 就會自己埋下滅亡中共的種子 這就像日本帝國在1941年的全球過度擴張一樣 那些被中共征服的國家 將會形成國際聯盟共同擊敗中共 據朝中社報導 朝鮮國防科學研究所於9月11日至12日 成功試射身形長程循哥飛彈 美軍印太司令部表示 這將對倫國和國際社會構成威脅 同時週日美國導彈防禦局成功測試發射了 一個導彈防禦系統攔截彈 據報導 朝鮮這次發射的遠程巡航導彈 沿北航領土和領海上空的預定軌道 飛行7580秒 最後精準命中1,500公里外的目標 飛彈射程可以涵迫日本、韓國大部分地區 與韓國軍隊的袁武三型巡隔飛彈實力相當 朝鮮官方認為遠程巡航導彈研製工程系 鎮壓反朝軍事行動 保障朝鮮安全的有一有效威脅手段 具有戰略意義 而外界關注到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沒有現身發射現場 韓聯社引述分析稱 朝鮮今次試射屬於不違反聯合國安理會 對朝決議的低強度武力示威 巡航導彈雖然易於精確打擊 但速度不如彈道導彈 搭載的核彈頭重量都需要大幅減輕 據悉這是朝鮮在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 第四次發射導彈 對此美國軍方表示將對朝鮮的軍事行動 採取進一步監控追蹤措施 與此同時周日美軍都被爆出施展大舉動 美國導彈防禦局成功測試發射了一個 帶有新型三級助推器的殺傷性飛行器模型 大大提高了美軍基地中段防禦系統攔截彈的性能 也意味著美軍將擁有更大的戰鬥空間 導彈防禦局在聲明中說 地基攔截彈是中段防禦系統的武器部分 而且是一種先進的動能殺傷防禦武器 其任務是在地球大氣層外攔截來襲的 彈到導彈彈頭 並利用直接碰撞技術將其摧毀 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